拥有第二人格有多爽 他晚上是全服最强的玩家 拥有封号复仇者 一手高操精妙无双 到了白天他却成了卑微的治疗师小弟 同学在前面打怪 他只能在后面辅助 但关键时刻让他放个治疗术 他却紧张地摔倒 致使错过了BOSS的最佳攻略时机 导致团面 在事情结束后 他被同学狠狠地揍了一顿 为首的恶霸更是为了弥补损伤 命令他在一天之内找齐600瓶高级药水 这直接让他傻了眼 要知道600瓶高级药水 光是买都要30万 他一个小辅助怎么可能拿到 但如果没完成 第二天在学校等待他的 就是更加恐怖的惩罚 没有办法 在那群恶霸下线后 他切换成了自己的小号 化身为复仇者 来到了一个深渊级副本 这里此时正有一群玩家在挑战BOSS 强大的红色级BOSS 派出炎魔一拳下去 就干掉了两名玩家 失去重要战力的小队 马上就要溃败 东毛小队长动用 全部技能上前吸引火力 打算为小队争取最后的机会 但炎魔的技能范围远超他想象 就在他也要折起沉沙的时候 一道具体震动 复仇者来到了这里 他单手接下炎魔攻击 并反手一箭轻松斩断其手臂 怪物嘶吼地咆哮声响成伤 他用剩下的左掌朝复仇者攻去 但复仇者顺流而上 刀光闪烁之间 炎魔的脚也斩过 这一系列犀利的操作 让下面的两人惊叹不已 复仇者本就是极难操作的职业 咆哮声起 手臂并发出紫色的火焰 被激怒他开启他的大招 害出了火焰 声势浩大的一掌打在复仇者身上 地面破坏 黄蜂刺青 但身处火焰中心的复仇者 缺面无表情 他轻松挡下了这招 随后开启了自身的被动技能 夕阳下盛开的话 当体力下降至80%以下时 攻防增加50% 并进入无敌状 一种领魔剑出现在其身旁 这是他结合被动自创的大高 献给王者的无趣 复仇者剑柄一挥 树把利剑竞速打在阎魔身上 伴随绝望的争鸣声 阎魔消失在了原地 他爆出的奖励洒落在了地上 复仇者正欲去解 但突然反应过来什么 转身向东毛他们说道对不起 自己不敢胡乱插手的 这和善的样子 让绿毛他们有点不知所措 但紧接着复仇者 就提出了他的目的 自己只要掉落的阎魔之角 剩下的都会给他们 只要把掉落的阎魔之角卖掉 他就有钱买购600瓶高级药 但事成之后 阿武拒绝了综毛两人的组队邀请 来到一处荒地准备下线 但这次下线却和以往出现了区别 一个红色面板突然弹出 询问道你确定要以当前角色下线吗 阿武玩了这么久游戏 还是第一次看见这东西 但着急下线写作业的他并未多想 仍旧点了确认选择下线 回到现实后 他已经大汗淋漓 处仇者这个角色十分消耗体力 因此阿武才会当作小号砍台 他放好游戏机准备洗澡 可突然大脑电光一闪 好像有什么东西启动了 紧接着游戏机开始闪烁 阿武的身体开始像数据一样分离 这骇人的荧幕让他失声大叫 游戏机传来响动 正在转移数据 物质转换完毕 泰修斯之船变身程序 运行完毕 随着机器声音播报完 此时的阿武居然已经变成了肌肉壮汗 还未搞明白的他扭头看向了镜骨 看着这熟悉的躯体 难道自己变成了复仇者 下一秒 一股恶心感直冲咽喉 阿武直接吐了两斤带餐 等缓过神后 他又听见游戏机开始播报 物质适应度为78% 能力误差小于0.2% 通过A分析结果 任务执行能力 正常 启动较长 不如其来的一系列状况 让阿武不知所措 他正准备拿起游戏机 看看是不是出问题 可下一秒 空间炸换 阿武瞬间出现在了天台之上 看着楼下的屋檐 他心中的迷惑越发加深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自己怎么来到了这里 这时旁边传来震动 一只独眼怪出现在了这 看着这家伙 阿武留下了冷汗 这不是游戏里的黑色怪兽吗 话刚说完 怪兽嘶吼着冲了过来 他手脚并用 是要把阿武神吞活泼的模样 巨大爆炸发生 没反应过来的阿武 直接被余波冲下了大猫 重重地砸在了水泥地上 但他却毫无痛觉 连皮都没擦破 难道自己是在梦吗 不 这时旁边两位大叔 也察觉到了楼顶的爆炸 议论倒是不是煤气爆炸了 他们的对话让阿武肯定了 虽然不知道发生什么了 但自己现在 肯定是在现实世界里 然后就在他发愣之际里 怪兽已经来到起头顶 弱弱的性格使他无法发挥 复仇者的全部实力 被怪物做得惨着 并且他们的战斗 还连累到了无辜的市民 这些龙套看不到特殊化的阿武和怪物 面对凭空出现的爆炸 还以为是什么没机械 在阿武的情况无效好 怪物的蓄力一跑袭来 强大的威力直接先飞了街道 路人甲直接就当场倒下 看见有人在眼前遇难 阿武陷入了呆滞 一旁怪物还在对他虎视眈眈 软弱的本性占据了上风 阿武最终选择了逃跑 可还未等他逃多远 怪物的一拳猛地打在了他的脸上 不等阿武反应 怪物已经冲至身旁 叨叨乱拳打下他的意志 开始逐渐磨 在死前的最后一刻 他回忆起自己的一生 一次次的被人欺负 每次都逃互不了 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画背赠为力量的阿武举起了手 刹那间一道红色的魔法阵弃 树根惊急喷射而初次伤了怪兽 这一幕让阿武傻眼 感受夺手上传来的熟悉感觉 这不是自己游戏里的防御技能 红色荆棘吗 再联想到游戏 叫成 怪兽 他好像反应过来什么了 这是怪兽再次去 但这回阿武却不慌不忙 只见其眼中红光闪烁 被动机能开启 夕阳下盛开的花 他直接单手接下了这发能量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这一切好像都跟能曾游戏有关 所以消灭这怪物的办法 也就只有一个 阿武反手拔出配套 现在的他已经进入了不仇者的状态 轻松一刀就劈开了怪兽的攻击 而怪兽也开始瑟瑟发动 他也察觉到了眼前之人的气质 已经完全改变了 我要将怪兽 小灭一口 阿武的眼神充满杀气 感觉不妙的怪兽灵魂不愉悦 准备舒适 技能开启 复仇鬼剑 技能效果 进入灵防运无秒钟 暴击大和提升 阿武举起窝 背后鬼影无险 伴随红光剑 怪兽被他一刀斩断 看着掉落在地的尸体 阿武大喊淋漓 复仇者本就耗费 现实中的生死活动 更让他精神激怒 就在他上前检查尸体的时候 背后拿来系统的声音 恭喜你 李武兵 你已完成造成任务 在消灭怪物后 数日清晨的阿武 依然还会为家人制作早餐 电视上的报道 也证明了昨晚的事故是真的 现在他已经确定了 这一切都不是梦了 这时门铃响起 是姐姐回来了 阿武像往常一样 和他打招呼 让准备吃早饭 可姐姐却呆住了 不好意思 请问你是谁啊 外貌大变样的阿武 让姐姐根本认不出来 尽管阿武向他解释了一切 但姐姐只是嘴上 说到原来如此 手里却拿出了电机器 下一秒 姐姐奋力朝阿武打去 嘴里喊道你这个混蛋 他根本不相信阿武说的话 在姐姐眼里 阿武就像落水的小猫一样 是个十分娇弱的男孩子 怎么可能一夜之间 变成超级型男 见姐姐还是不信 迫不得已的阿武 说出了只有他和姐姐知道的秘密 那就是爸爸妈妈的生日 以及他们出车祸的日子 当时年幼的阿武 因为父母不带他去游乐园 说了些十分难听的话 结果父母在当天就发生了意外 因为这事 阿武至今都在后悔 听见这些话的姐姐 最终相信了阿武 但他还是要带阿武去趟医院 毕竟其身上的现象太过诡异 可阿武言辞拒绝了姐姐 他身上的现象是解释不清的 并且游戏的是 他暂时不想告诉姐姐 见阿武固执如此 姐姐只好陪他一起去学校 没有监护人的作证 学校是不可能相信 他就是李武斌的 此时在学校 本座的女主 施月也登场了 他正在手机观看一场直播 主播讲的内容 就昨晚阿武引起的那场爆炸 施月好像知道什么隐情 心想要不要去看看 再一抬头就看见了阿武姐弟 施月好像见过阿武的脸庞 在语气擦肩而过时 感知到一股淡淡的熟悉感 来到办公室后 姐姐和阿武说到要同一口径 目的是让阿武先有学生 而阿武却突然说到 自己肚子有点疼 想先去上个厕所 他找到洗手间躲了进去 从兜里拿出一块紫色石头 这是他昨晚消除怪物后 系统给他的讲运 偷学技术的结晶时 使用后 你有60%的概率 使用一次其他职业的技能 虽然有姐姐这个监护人的保证 但阿武还是觉得不太保险 自己的经历太匪夷所思 事情传出去后 可能会引起老师的怀疑 甚至最后会引来警察什么的 办公室门口 老姐吩咐吴林统一口径 就说引起变身的原因尚不清楚 目前还在调查当中 吴林连忙点头 然后请求道 刚刚出门太匆忙 肚子有点疼 先去趟卫生间 随后便快步走向厕所 其实吴林知道 就算老姐是护士 老师也不会轻易相信 说不定只会引起老师的怀疑 甚至还会把警察找开 说着便从衣服里都掏出了什么 原来是昨天获得系统的奖励物品 吴林最后选择的 还是随机宝箱 此刻手中握着的正式 三个宝箱中开出的其中一道 道具 偷学技术的结晶石 有60%的几率 可发动一次其他职业的技能 机会只有一次 吴林调整几次呼吸 用力捏碎 嘴里念叨着 凯斯特的魅惑之眼 下一刻 结晶体内爆发无数紫色能量 渐渐推逝了他的全身 两久 准备好这一切 吴林也是走了出来 只是魅惑之眼 原本是让怪物 从攻击状态转而保护自己 或是给NPC家增益效果的时候用 不知道对普通人使用这个计划 会产生什么效果 所以吴林暗自决定 先尽力说服班主任 说不定会像姐姐一样 相信他 实在不行再使用道具 我不能接受 没想到回答的这么过多 虽说确实偶尔会有学生放假 回来之后大变样 可吴林一夜之间变成这个样子 实在是无法令人不起习 即使有着轻姐姐的证明 但就算如此 在别人看来 他完全就是另外一个人 眼看老姐的说服没起到作用 只能按照原计划利用技能让他相信 就在这时 看到一旁端着茶杯的中年人 原来是教导主任 吴林真是精确 或许对教导主任使用技能 效果会更好 毕竟以他的职位 说不定还能说服其他老师 可是传言他为人古怪 之前还以为一些小事 开除了几名学生 可是眼下已经没得选法 目前尽快找一个人帮忙 才是上策 发动技能魅惑之眼 红色光幕加持在教导主任的身上 下一秒 像是被人附体 瞳孔之中泛起了倾慌 随后来到众人面前 开启了嘴炮模式 一开始的谈话还算是正常 可是说着说着就开始不对劲 后面就是一段慷慨激昂的说法 给在场的教师痛痛骂了一点 吴林不禁敢叹 他这反应未免也太夸张了 随后便主动带着吴林来到班级 到室内 吴林缓缓走向作文 尽管有着教导主任的帮助 但还不如用技能收药转学 吴林有些懊恼 当时怎么没想到 这时前座的女孩小声教导吴林 还没坐下就开始好奇询问 尽管如此 吴林也是统一回答 老姐和她说是急性变化或群政 但还是很难说服同学们 身边的邻座都围了过来 果然仅凭教导主任刚刚的解释 无法说服同学们 正当吴林有些不知所作 一旁传来一道声音 我听过这种病 吴林愣了愣 转头看去 原来是同桌金石月 不急不慢地说道 听说在一国的某个村庄 有人在一夜之间长高了12厘米 容貌也是大变样 据说是因为分泌激素的器官 出了问题导致 随后侧眼看着吴林询问 你得的就是这种病吗 看着少女的眼神 吴林看出了解围的意思 连忙应声答应 正是这一波成功地转移了话题方向 也多亏了十月 家里父亲有着制药公司的背景 突然众人很难幸福 即使现在事情没有按照吴林的预期发展 但总算是蒙棍过关了 虽然同学们暂时还会觉得很奇怪 但过一阵子他们应该就会习惯 眼下唯一剩下的问题 就是白银行那些人会怎么对付他 正当疑惑他为什么没有什么反应的时候 一旁金石月叫到吴林 原来是想借用耳机 方便一会自习课的时候听音乐 吴林没有犹豫地递了上去 毕竟他刚刚才帮他解围了 感受到同学们对自己的态度变化 仔细想想 他已然不是从前的自己 以前的他很矮 也没什么力气 现在的他不仅变高了 还有肌肉 或许白银行他们 不会再欺负自己 不 不是或许 而是一定会有所变化 不禁幻想自己会像其他同学一样 过上平凡充实的校园生物 暗自肯定了 我一定可以的 可现实总是这么残酷 楼到尽头的厕所内 当恶霸三人再次站在他面前的时候 吴林骨子里的懦弱还是占据了大脑 哈哈 居然是真的 这家伙真的完全变了嘴 不会是注射了什么超级战士的血清吧 一旁的小嘎嘎嘲讽道 接着便玩味的让同伙去勒他脖子 就像平时一样 好奇凭他现在的身体能不能挣扎 显然同伙早就有这想法 摆弄着手指 面露凶恶的走向吴林 下一刻 一把勒住吴林的脖子 只见吴林面露痛苦之死 即使现在身体有反抗的能力 但很难从胆小懦弱的自卑感 可身后的恶霸听着吴林时不时发出的闷哼声 只是越加的感到兴奋勒得越紧 兔崽子 你怎么不挣扎 开招啊 用你的新身体来跟我对抗啊 这蠢物啊 随着窒息胆渐渐涌入大脑 吴林渐渐快要失去意识 下一集 惩罚 眼前的两人一前一后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抱在一起 一旁还有两人正在围观 但其实是校园罢了 尽管吴林试图极力挣扎 但却反倒让恶霸更加肆无忌惮 为了彰显自己的地 小嘎嘎更加用力 妄图要将吴林勒晕 甚至要让他当场下药 此时的吴林因为强烈的窒息感 根本使不上力气 脖子处也痛到来人 强烈的刺激下 不禁后悔自己当时可笑的妄想 就算身体变了 也改变不了什么 现在的自己依旧是别人眼中的废物 自己就不应该得意忘形 这样说不定还能继续苟活 就在吴林即将崩溃 勇气被埋葬的时候 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真的这么想吗 真的认为 什么都没有变吗 难道不是因为你什么都没有做吗 清醒一点 你已经不是那个落弱的吴林 不过是还在畏惧他们而已 想想你昨天是怎么打败那个怪物 只要你下定决心 你是能打倒他的 所以不要再坐以待毙了 要主动做出改变 发动反击技能复仇的决心 显然 强烈的刺激迫使吴林战胜了恐惧 一把将身后的恶霸摔出 身后两人看呆了眼 不敢相信吴林居然做出了反抗 看着倒地的恶霸 手不听使唤的发抖 紧接着紧张恐惧敢席卷全身 这个混蛋 竟敢把我扔出去 他妈 今天完蛋了 眼看起身的恶霸暴怒的冲他大喊 吴林知道自己闯下大火 眼下只能逃跑 恶霸三人哪能让他就这么跑了 紧追其后 与此同时 离开学校的诗约二人等着红绿灯 看着手中忘记归还吴林的耳机 正想着明天再还给吴林 吴林便出现了 看着他着急慌张的样子 似乎预感到了什么跟了上去 镜头一转 吴林穿行在身像中 不经后悔了 果然还是做不到 去与他们三个抗争 好巧不巧 正要回头看去的时候 就被地上的石头绊倒 正要起身 身后传来喘气声 混蛋 还挺能好的 终究还是被他们追上了 紧随其后就是迫不提待的一条 重重的落在吴林的脸上 将他踢飞了出去 吴林不禁发出闷喝 随后就是嘲讽了 本来没打算对你下重声 居然还装起来了 我今天一定要好好教育教育你 你这个狗东西 然后就是骑在吴林身上 进行了长时间的单方面偷的 身后的两人就这么安静的看你 果然还是不行 吴林好不容易鼓起勇气使用了妓女 尝试了逃跑 依然无法改变什么 就在围观两人也想上前世世手感 身后传来瓶子摔碎声 下一集 复仇者的回礼 一连被胖揍两级的吴林 此刻终于爆发了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女主的出现 随着玻璃瓶的摔碎 众人回头看去 来人正是金氏月 上来就是威胁众人 我的男人你们也敢动 动了就算了居然下手这么重 下手中就算了居然还打脸 本来今天的约会 就是因为你们而取笑 随后撂下狠话 别他妈的跟我抢男人 这一顿叔叔下来 给吴林当场整弯了 我什么时候有女朋友了 另一边 一个小嘎嘎还不知道她是谁 另外一个小嘎嘎解释道 她是某只要公司老板的女儿 也是我们学校最有钱的富二代 小嘎嘎黑着脸走向前 我管你是谁 敢管我的事 我看你也是欠揍了 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 听说过唐山赵子龙吗 给你个机会 乖乖交出二维码 不然有你好看 师月低头沉思片刻 眼神嫌弃地看向唐山赵子龙 不好意思啊 你先后退伍女 又还挺实相啊 不是 你身上有一股垃圾味 熏得我鼻子要烂了 我唐山陈某人哪受得了这委屈 起身就准备上去一个大逼兜的 身后吴林看到这举动哪还能忍 我凑 打我可以 打我马子不给你腿卸下来 下意识地握紧拳头 住手 重重一拳砸在陈某人脸上 下一刻身体像是断了线的风筝 飞了出去 此刻的吴林再次找回了自我 抓着领带朝着他大声喊道 你这流氓 我套你猴子的 老子给你腿卸了 陈某缓慢起身 嘴里不停念当 我看你是不要命了 乖乖挨顿揍不就完了 既然你不要命 今天就成全你 然后脱起衣服恶狠狠的腰血 不想没命就给我咬紧牙关 一个剑步冲向吴林 吴林双手抬起 摆出防御架势完美接住拳头 随后多重攻击被全部挡下 哪知这陈某不讲武德 偷袭吴林妖子 眼看攻击临近 吴林丝毫不慌 发动吸收伤害剂握心长反 单手接下左拳 并且吸收了所有伤害 下一刻 所有伤害转化为能量 凝聚至左拳 这一击超越人体极限的前冲拳 重重地砸进陈某的促鲁 在惯性的作用下 陈某口吐鲜血地倒飞而出 即使如此 吴林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 紧接着发动技能 怨恨之花 消耗体力进行多重攻击 右拳四周凝聚 多道红色全形蓄翼 下一秒疯狂地砸在陈某的全身上下 不停地发出拳与肉的砰砰撞击声 看着他的表情还不够痛苦 随即吴林抬腿跃入空中 一击扫腿差点踢断陈某的活动 陈某不复众望地倒在地上 失去意识 再也站不起来 反观吴林稳稳落地 这一切都显得游刃勇 看着他的惨状 吴林不禁回想起自己被欺凌的画面 和他现在的状况有些相像 近乎疯狂地拽起陈某的衣领 既然打晕了过去 那就把他再打起 然后再打晕过去 握紧拳头正准备挥起 身后传来失业的声音 够了 吴林 你的手都流血了 文言这才清醒了过来 拿起吴林的书包说道 现在事情解决了吧 两人便准备离开 正当这时 背后的小嘎嘎抄起不知道哪来的目望 就冲了上岸 下一集 系统的惩罚 眼看小嘎嘎迎面冲了上来 站在吴林身后的失业丝毫不慌 眼中一道紫光一闪过 小嘎嘎像是被什么东西说 一个亮相用脸接住了大底 吴林一脸猛逼 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随后就跟随着失业离开了现场 天很快黑了下来 两人坐在路边竖起来 失业简单给吴林处理着伤口 一边嘱咐吴林要去医院看看 一边拍下吴林惨不仁底的脸 留作纪念 吴林看着一旁失业演戏出神 不禁测过脸向他表达谢意 失业只是淡淡开口 就当做借耳机的回礼 说着边将耳机递了上去 随后看了眼神机 时间也不早了 本来还有事要跟你说的 还是明天说吧 看着吴林好奇的眼神 便开口道 故事很长一时半会说不清 所以明天一起吃个午饭吧 说完便转身离开了 你别说 失业这小妮子套路还挺深 不就是想和吴林吃的饭吗 至于这么含蓄 这不留下吴林一个人独自乱想 不会是要用我做人体试验吧 就在这时 眼前亮起阵阵清光 原来是系统面板自动弹出来了 定睛看去 五分钟后开启讨伐任务 讨伐任务 这一次不会也要像昨晚一样 跟怪物大战三百回合吧 想想都有些后话 毕竟今天经历了这么多事 哪还有力气再去受虐 说着就点了拒绝 紧接着系统提示音在一起响起 抱歉 扣分玩家无权拒绝任务 什么 扣分 怎么可的 我做了什么要扣分 随后系统便列举了五岭扣分内容 对普通人使用技能 扣一百点 使用技能攻击普通人三次 扣三百点 根据处罚原因 您将被强制传送到对应 四百点处罚的高级讨伐任务场 请做好战斗准备 不等五岭做好调整 传送便已经开始 下一秒就被传送到一片水 巨大水墓中 全身湿透的正是五岭 不禁又吐槽到 这什么破系统 至少传送到正常的地方 手机还在口袋 太不合理了 忽然注意到右侧有什么动物 仔细看去 好奇怪的一座门 难道讨伐任务里的怪物 会从这里出来 讨伐任务将在十秒后开始 请做好战斗准备 你喵的 耍我是吧 说好五分钟 怎么一下就十秒 金色大门闪耀起光芒 中间隐约出现黑洞四的能量体 不停地向周围散发能量 下一秒 一个巨大人形怪物缓缓钻出 五岭不禁被这惊人气势给吓到 巨大体型在盔甲的保护下 显得格外壮爽 只是挥舞手中巨剑 就带起周围一片水 看着陌生的怪物 五岭怎么也想不起 这是什么boss 从来没在游戏里见过 只见怪物高举手中的巨剑 下一秒就要朝着五岭挥下 下一集 被感染的圣骑士 怪物巨剑挥下的同时 五岭随即召唤出复仇鬼剑挡下攻击 虽然不知道眼前是什么怪物 但既然能挥舞巨剑 就说明是一种类人性生物 紧接着五岭用力挑起巨剑 圣骑士一个量抢 五岭果断抓住时机 摆好架势高高跃起 只见空中虚影划过骑士的隔天 而五岭的本体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后 这一系列的动作行云流水 可想而知五岭的小号 复仇者敏捷属性有多高 显然这次攻击时奏效 能曾游戏中的怪物大致分为两种 一种是怪兽型 它们的移动轨迹变化莫测 让人难以捕捉 而眼前这只就是第二种 也就是人形怪物 相比之下行动轨迹都是直线型 很容易躲避 这样看来小黑屋中的妇女 对他来说没什么太大威胁 这样一来随便甩几个技能 打打消耗战就可以了 就在这时 五岭感到一丝一样 握着鬼剑的手传来撕撕麻扬胆 不等他反 受伤的圣骑士再次举起剧剑 这一击的威力虽然有所下降 但反而让五岭也是吃不消 五岭只感觉身体的反应越来越慢 不等五岭思考 上方骑士的攻击再次洗脑 逼迫着五岭不得不使用技能 可就在这时 系统提示矿再次出现 无法发动技能 五岭露出惊恐的表情 眼看巨剑就差不到一米的距离 就要砸在脸上 好在五岭靠着这么多米 锻炼出的战斗本能 迅速反应过来 极限躲避 即便如此 还是没有完美傻果 受到了冲击伤害 这时五岭才明白怎么回事 大致猜到怪物的攻击中 应该带有麻痹属性 只是平时玩游戏的时候 都会有图标显示 而这里并不会出现 所以是自己察觉完了 想明白一切的五岭 渐渐冷静下来 眼下技能被禁用 并且中了麻痹攻击 一时半会还无法解决战斗 好在骑士比较笨 攻击速度很慢 依然可以躲避 就像玩动作类游戏一样 攻略他就行 就在这时 突然想起电脑里躺着的老猴 想想当年误打误撞 进入大树守卫 被灭了几天几夜出不去 虽然花费很长时间 但至少还是通过了 眼下不得不再次实验 偷伤害打法 可就在五岭思考之际 并没有注意到骑士的动静 骑士脚下亮起巨型光震 五岭只觉眼前亮光刺眼 下一秒就被制麻 被迫只能后跳顶亮躲开 技能放 可胜骑士并没有给他击划 重重一拳打飞五岭 眼下虽然视力在逐渐恢复 但刚刚又被击中 麻痹伤害再次刷新 刚站起 骑士的攻击再次袭来 这次险先还是躲开 此刻的五岭多希望 能用治愈能力绝合 就在这时 五岭想起道具 也可以净化麻痹效果 立刻召唤出系统 说着就要打开 上次教程获得的随机宝箱 不求能开出多厉害的道具 但愿能出个有用的 辛辛苦苦刷怪的来的宝箱 却只开出垃圾物品 五岭看着手中的树枝和宝石 真的气得牙痒痒 路由的厚恶 当初就应该选择三百万的奖励 最起码够他潇洒好久 可是眼下情况危急 难不成用这破石头去砸探 眼看着圣骑士攻击将军 已经来不及躲避 巨大冲击之下 五岭整个人倒飞而出 尽管毫无反抗之力 但还是颤颤巍巍的站了起身 距离挥机再次袭来 眼下麻痹效果一次次叠加 五岭只能依靠防御艰难支撑 再这样下去 随时可能身体崩溃的 现在要是能像游戏一样有伤场 也不至于这样 五岭回想起 战斗开始系统的提示 让他做好嘴 一下意识到什么事了 赶紧召唤出系统 使用先前开出的道具 金黄树枝召唤乌鸦 树枝散发夺目光药 下一秒大批乌鸦袭来 围绕着圣骑士 干扰他的行动 显然这波骚扰效果显示 圣骑士对着四周 不乱挥卡 而此时的五岭 已经成功进入到伤城系统 并且将最后一件道具 月牙类 兑换成了 拔臂状态治疗体 紧接着服下药水 身体四周生腾起 淡淡绿色光幕 下一秒 圣骑的攻击已经落下 并没有击中他 正当圣骑找不到目标 开启感知能力的时候 五岭已经来到了他的背后 开口道 从现在开始 我不会再让你的攻击得逞 此时五岭状态拉满 正因为先前积累了足够的伤害 满足了大招释放的条件 电光火石之间 五岭的背后凝聚多顶血红巨剑 口中念叨 献给王者的无趣 下一秒朝着圣骑士释放而去 伴随着巨剑断裂的破碎声 圣骑完完整整地接下了全度伤害 重重倒地 失去了生命的痕迹 至此 五岭完全觉醒 曾经懦弱的他 已经已不够存在 此刻五岭终于松了口气 感叹幸好及时发现战斗组的电影 突然就出大事 接着系统奖励界面弹出 这次 五岭决定无论如何 都不会血缺祭宝像 但紧接着弹出红色界面的讨厌 其他玩家正在入侵 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除了我以外 还有其他人也在做任务 看着提示有些不知 突然感受到头顶 杀意 发动技能 复仇者的执念 这一波极限反应挡下练高 直接给偷袭者看待 在技能的反弹作用下 将来人成功击退术语 虽然有些猫 但这个家伙显然是的人类 镰刀人缓缓开口了 从你刚刚释放的技能来看 你的职业是复仇者吗 垃圾职业 说着便再次发起攻击 五岭一边后撤 一边接下镰刀连续的进攻 在大战了三把队后 五岭有些体力不支地问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攻击我 镰刀人短暂沉默了一下 回答道 没有理由 我在游戏里打猎的时候 从来不需要任何理由 说完就释放了技能 死神来了 意志诡异 手中拿着死神镰刀的黑无常 出现在此人的背后 下一秒就举着镰刀朝着五岭一边 显然五岭体力已经到了极限 无法躲避地接下了这一步 不经痛苦呐 看着猎物已经奄奄一息 本着趁你冰尿淋命的人 镰刀人就要结果五岭 好在关键时候 会来老婆前来护驾 抬手就是一个技能 在我面前竖起防御屏障 别看我一脸惊呆的样子 其实这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之中 虽然早有预感 他是和我一样的觉醒 但没想到是最凡人的迷宫大师之一 这也是我们之间命运交织的开始 这时他还是很傲娇地说 我刚刚帮你 并不是因为你借过我耳机 所以你明天中午得报答我 就请我和世界上最好的草莓牛奶 就在两人交流感情的时候 一旁的镰刀人气急带坏地冲了上来 举着镰刀就大喊了 接受来自SF团的一段审判 诗悦连忙举起手中全杖一阶 两人打得有来有回 看着诗悦一次次精准接下攻击 很难想象作为辅助职业的他 近身格斗技巧丝毫不差 后退的同时抓住缝隙 释放陷阱技能魔掌陷阱 下一名 镰刀人四周脚下快速升起加速 不得不使用技能暗躲成型 虽然躲避了控制 但同时也暴露了自己的指引 诗悦快速思考 马上意识到镰刀人的目的 连忙让无铃闪开 此时镰刀人通过技能 已经传送到无铃背后上 下一秒发动斩杀技能 限制住无铃的行动能力 镰刀归下的同时 无铃顺利的躲开 正当不禁有些奇怪 身体好像没什么变换似 耳边传来失悦的声音 快点打开奖励界面 当其他玩家入侵时 选择奖励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也就是说结束任务的方式只有一个 那就是你要亲自选择紧密 一旁的镰刀人哪会袖手旁观 到手的猎物怎么可能让他跑 下一秒镰刀划过无铃的身体 可落刀的触感有些奇怪 原来是失悦的领域技能 没有出口的迷宫 早在失悦出现之前 就已经在他脚下提前铺好 而迷宫里已布满各种陷阱 并且持续时间还有90秒 听到这一切 镰刀人知道已经无法拂止 随即便打算传送你 走之前还不忘威胁两人 我已经记住你们的长相了 所以你们要时刻保持警惕 迷宫大师 还有垃圾职业 下一秒三人相继开始沉送 回到现实的无铃 还没来得及松口气 电话就响起 看着破碎不攀的手机 来电正式失悦 接起电话 尽管有很多疑问刚要说出口 电话另一边的失悦连忙打断 交代无铃赶紧先回家 刚才攻击无铃的技能叫杀生物 那是定位技能会持续8小时 虽然可以定位 但并不会像导航那样精彩 随后便解释了镰刀人的来历 这类人是PK玩家 他们不会通过任务过去捷律 而是通过击败玩家来收集额外技能 说完便准备挂断电话 可无铃接下来的一番话 成功将失悦骗到了家里 说完就要挂断电话 由于过度紧张有些激动 大声说道 我知道你能保护好自己 可我还是担心你的安危啊 就是这么短短两句话 让他误解以为我要跟他过夜 于是就跟我要起家庭地址 这不是让我骑虎难下吗 我要是不给吧 这不是明摆着让他难堪 可要是给了吧 我还没来得及做准备 算了 不管了 到时候再解释吧 总不能让他尴尬 过了一会 无铃忐忑地站在家门口 担心着一会怎么跟老姐解释 就在这时 失悦跨着书包招呼一声 也没多说什么 两人默默地进门 看着失悦的背影 无铃咽了咽口水 略带紧张地问道 你今天真的要住在我家吗 话还没说完 金失悦就脱起了衣服 两座山峰高高雄起 怎么 你讨厌我吗 不 不是 我绝对不是那个意思 那就行了 时间也不早了 我先洗澡 顺便借我件衣服穿呗 这一下给无铃整不会了 都忘了要解释的事 就连忙去找衣服 顺便看到了桌上的字条 原来是老姐留的 表示今天晚上被迫加班 回不来了 这一下给无铃直接整破房了 为什么偏偏就今天加班 这孤男寡女共度一夜 怕不是要出大问题 两酒 失悦洗完澡 穿着无铃老姐的衣服出来了 擦着湿漉漉的头发问道 对了 无铃 你说过 你和你姐两个人一起住 对吗 无铃回答道 嗯 本来是住在亲戚家的 自从姐姐工作之后就搬出来了 尴尬的气氛刚得到缓解 没想到失悦顺着话题 就问到了无铃的父母 无铃摸了摸脑袋说 去世了 此时失悦也意识到说错话 刚要道歉 无铃缓缓开口道 没事 你不用在意 反正也是小时候的事情了 我现在已经习惯了 沉默了一下 安慰道 你和你姐应该过得很艰难吧 看着气氛就要僵住 失悦时趣的转移话题 那名姐 什么时候回家呀 随即无铃就将老姐加班的事 告诉了失悦 可得到的回应 只是淡淡的一句 是吗 那么 正好 这一切看起来 就好像都是她预谋好的一样 下一秒 抬起头 慢慢靠近无铃的身体 双手躺臂当车的拦住了无铃的左右 无铃被逼退到台面 退无可退的看着失悦的眼睛 支支吾吾的吐不出半个字 微微泛红着脸 向下俯视着失悦洁白的脸庞 以及渴望的眼神 不禁有股自家沐浴露淡淡的香味 阵阵传入口笛 眼看她缓缓抬起左手 仿佛下一秒就要触碰到她的身体 赶紧修红的紧紧闭上的双眼 眼看失悦就要亲上来 无铃紧闭双眼期待着 谁可想 下一秒失悦召唤出戏底 就给无铃发出组队邀请 这一下给无铃差点整破房 但又不敢表现出来 修红的脸像个懵懂的少女 随后看着系统面板 失悦一脸严肃的说道 尽力给予你帮助 也就是说 失悦会将自己的一切都给无铃 随后一脸严肃的威胁到 你要是敢逃跑 又或者是在外面偷吃 我就把你放进榨汁机里做成奶昔 随后就留下无铃炉自私了 可刚斗没两步 身后就传来系统提示音 显然无铃没有半分犹豫的接受 失悦回头就是一顿训斥 因为无铃的果决感到生气 毕竟这关系到双方未来 无铃轻声解释 他觉得没有必要考虑 因为他并不太了解现在的情况 掌握的信息也不多 况且现在还有一个PK玩家 正对他虎视眈眈 根据以上几点 便判断自己能独自攻克的概率为零 而且现在只有失悦能让他依赖 所以根本没必要考虑 就这么一段直男发言 反而让失悦羞红了脸 不仅有些母爱泛滥 但下一秒就抓起无铃的衣领 既然你已经是老娘的人了 那就不能朝三暮四小的别人 听见了没 随着无铃的答应 失悦说道 总之 你的选择是对的 毕竟这样 我们可以不用说废话 直接制定计划 无铃有些疑惑 难道是对抗PK玩家的计划 失悦说道 这当然也是计划的一步 不过 这才是最重要的 随后通过系统 向无铃发送了一封邮件 手指一滑 解释道 目前有一场举办时间未知的大型赛事 名为地平线 他们将参与其中 并且为争取第一名制定计划 与此同时的另一点 移出地下副本的一页 一对攻略小组陷入鼓战 眼看不死者就已经够多了 现在又跑出来一个死者 于是众人便准备暂闭锋芒 回到副本上一层作品 正当众人跑路的时候 一名弓箭手静静站在原地 丝毫没有听同小队安排的意义 随后缓缓开口 真是没用 小队长不解的看向此人 眼看不死者们蜂拥而至 只见弓箭手抬起手中鲁剑 下一秒发动技能 屠戎者 手中鲁剑幻化出巨型长矛 下一秒朝着尸巢射处 伴随着阵阵嗡鸣声 穿过石巢 静止朝着最后方的死神报方向 这也是给一个连的小队看猫 趋影逐渐散去 留下的只是无数的尸体 以及站立在尸群中的弓箭手 带着不懈的眼神看着一切 垃圾就要有垃圾的样子 给我十项点 赶紧滚 这才看清此人 原来是白银横 他已经从弓箭手转之为执行 这是一场超大规模的赛事 第一名的奖励就有200亿现金 不光如此 同时还能满足获胜者 任何一个愿望 武领觉得有些不太靠谱 但施月解释道 起初他也不太相信 毕竟光是奖金就有200亿 但想想现在所经历的一切 不也是超出了常理 所以满足愿望这件事 说不定是真的可以办到 到时候 许一个让游戏终止的愿望 不就行了 毕竟也不知道这游戏 后期有多危险 武领思考一番也觉得有道理 但是自己并没有收到赛事公告 施月说道 在他完成十次任务后 邀请函就自动弹出 他是从三年级的寒假 也就是半年前开始做任务 目前为止总共完成了17次任务 其中有5次差点丧命 虽然之前有直接找过开发VV24 可能曾网络的英出后软件公司 但并没有收到回复 这时无领问道 难道你父母看到变身后的 没任何反应吗 施月眼神中透露着失望说 那两个人 就算我化成灰消失了也不会知道 看着无领有些疑惑 施月便逃避问题的打去头 再说了 我原本就长得好看 所以才不会像你那样 跟吃了激素一样 无领还想着狡辩一下 这时门外传来一响 两人顿时变得紧张起来 难道是刚刚的PK玩家 随后施月便召唤权杖 发动技能 无礼物中的岗楼 随后就在房顶 建立隐藏的瞭望了 这个技能可以监测PK玩家 而且是肉眼不可见 就连职业为开膛手的玩家 也无法识破 听到施月的解释 无领也是渐渐放松了下来 揉了揉肩 施月也是看出了他的伤势 于是便叫住无领 接着就要无领脱衣服 为其治疗 无领不解为什么治疗 要脱衣服 施月也是毫不避讳的说道 没有 我只不过是想顺便 宝宝眼福罢了 看着施月炯炯有神的大眼 变态啊 经过短暂的拉扯 最终还是让施月如愿以偿 不由的抱怨了两句 老脱不就完事了 何必浪费力气挣扎 都是老娘的人了 早晚要见的 随后便发动治疗技能 荒境中的绿洲 无领感受着治疗带来的舒适感 身体各个部位快速恢复着 只是他的肩伤要想完全治愈 估计得耗费一段时间 毕竟迷宫大师并不是治疗师 这只是增加体力的辅助技能 听着施月的解释 无领好奇的开口问道 施月 你为什么会选择与我组队 毕竟你等级已经那么高了 没理由非要同我组队 施月顿了一下 随后解释道 那个嘛 因为你本来的性格很好欺负 正好跟我使唤啊 无领也是被这话给了一道 开玩笑的啦 本来我是打算先慢慢了解你 看你是个怎么样的玩家 但是却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你还记得 开放炼狱 这场赛事吗 这是两年前举办的猎杀竞赛 当时任务完成率还不到 0.5% 可以说是有史以来 最具难度的竞赛 施月就是当时参与其中的一员 正与其他玩家的一对攻略 当时的职业还是佣兵 只能充当辅助的角色 而也就是在这场竞赛中 队员们忙着争夺猎击 丝毫没有估计到后排情况 一只飞行怪绕到了后排上 眼看施月就要被怪物偷袭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看见了匪夷所思的人 正是无领操作者的复仇者 穿梭在战场之上 干净利落的动作下 轻松弹掉怪物 救下施月 当时兴起 在这么难的竞赛中 当其他玩家都束手无措的情况 整个过程中 只有无领穿梭还在战场上打怪 而且到最后都没放弃 就连一个小队都无法应付的互鲁 他单单一个人就能掌控全局 施月正式回响起 当时无领涌入延弃的女人 深深的刻在脑海中 这才会产生 那家伙在游戏里这么活得出去 一定要和他组合 听完施月的夸赞 无领不禁老脸一会 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才能显得自己看的朋友 紧接着施月说出来 想和他组队的第二个原因 因为特别渴望有个倾诉的对象 愿意倾听他内心的一切 飞机问道 你之前也很压抑吧 毕竟 没有人知道你小号的事 无领也表示 是有过压抑的情绪 不过这也让他感到自在 也很安心 接着两人就畅谈了很久 毕竟然还有一整夜的时间 与此同时的另一面 其他玩家正在附近猎杀罐 防发男子右拳抬起 释放基础技能 仙子中击 借助仙祖的力量 攻击力增强三倍 一拳麾下 轻松击穿怪物身上的盔甲 怪物险些当场昏厥 随后身后一名女子 手持长剑跟上 释放技能 虚弱敌人防御力 手中长剑泛起亮光 随后一剑挥响 轻松华丽地斩下怪物头颅 而看她的眼神 似乎很是熟练 随后稳稳落地 起身说道 很好 解决了二十只 任务也算圆满完成 此人名为柳丞下 职业女王部委 另一旁则是江一周 职业灵魂战士 柳丞下吩咐江一周 今天的奖励 统一选决状态准数 一旁江一周 有些不服气的听识 可以看出两人的大小人关系 就在这时 忽然感知到什么 感觉好像哪里不对劲 表示有人在附近发动了技能 正是失业先前释放的勘测技能 一旁战士表示 要不要去探查艺 柳丞下启指导 算了 只剩下五十秒的时间了 而且也不清楚 对方玩家是谁 冰冷说道 对方对我们工会 势力势必 还需要慢慢观察 一处神秘的地下实验室内 无领缓缓睁开眼 正有些不知所措 于是便准备往远走 就在这时 前方有什么凭空出现 是只满身血迹的怪物 仔细看去 好像有什么东西 凭怪物的体内钻出 这不是隔壁老王家的孩子吗 眼看举着镰刀就冲了上来 这一下给无领下的直播 扎腿就跑 就这么你追我赶 跑出了神庙大逃亡济视感 无领心想 道具没有就算了 怎么连积分宝石都不 这什么垃圾游戏 就在下个转角 人都傻了 他妈这游戏有罢了 门都没有了 眼下也管不了那么多 抓着门把手 就是一顿硬拉 凑了 还是上滚了 滑在门后有个小朋友 无领连忙大声呼噪 开门哪 开门哪 别躲在里面不出声 我知道你在家 小男孩默不作声 仿佛没听见似的 这边无领气的眼泪 都快掉下来 就在这时 小男孩缓缓起身 突然变成白银横的母郎 回头说道 神龙狗熊歪歪地 无领猛地睁开眼 一身冷汗 其身捂着头 平复心情 我靠 还好只是一场梦 要不然就被狗熊 折磨得睡不着觉 这是旁边传来 诗悦的声音 懒洋洋地说道 怎么了 做了梦啊 无领紧张地抓起 小辈子问道 你怎么没在 我姐房间里睡 诗悦解释 她不习惯 在别人床上睡觉 接着问无领 你做了什么梦 可怕的梦 还是 迷人的梦 诗悦伸着懒腰说 看你这汗流加倍样子 昨晚是不是梦到我了 不得不说 诗悦也太混了 死死打捏住无领 画面一转 两人已经在去学校的路上 经过一晚上的讨论分析 两人已经分工明确 诗悦负责选任务 另外给无领打下手 而无领负责输出 以及应对PK玩家 当然这段时间 就要好好研究技能 并且嘱咐无领 以后不要在没用的地方用技能 不然会被白白扣分不说 连奖励都会被人抢走 并且如果一人进入罚分任务 作为队友的诗悦也会一起进 到时候就更麻烦了 无领这才明白 为什么昨天选择的奖励会消失 原来都是因为扣分 也是十分听从他的话 诗悦调侃了两句 于是便准备先回家换套衣服 约定学校再见 走的时候 无领还是按捺不住好奇 询问他要是拿到大赛一等奖 打算许什么愿望 无领哪知诗悦的笑法 他要建造一个理想天国 把所有喜欢的偶像都聚集到里面 说着无意听者有心 无领真就相信了 诗悦说完便离开了 无领正注视着他离开 丝毫没注意到周围的事情 路上的一辆车里 一名女子正注视着他们 正是昨晚的女王护卫柳城下 他一眼就看穿了两人的职业 没想到是这两个小孩 复仇者以及迷宫师 正是因为发动了角色的被动静 日不落女王的国度 可以击破近距离的静女 看穿玩家和怪物的信息 地旁将一周询问是否要绑架他 而他表示 不想引人注目 毕竟两个孩子还不至于 冒着扣分的风险去追 况且两人是稀有职业 说不定在赛事开启前 能拉拢他们 柳城下表示 两人虽然还小 但有些人即使外表不入 内心也可能助着猛兽 于是便吩咐江一周 找个比较闲的队员跟着他们 喂 就你小子叫李武林吧 武林感叹 这不就是社会该溜子吗 怎么找上我了 说着救手持小刀 抵住武林的父母 威胁武林跟他走 武林哪受得了这气 天天被人当软世子 真当老子是病猫 计划着洋装听从 等脚个没人的地方 给他黑一顿 画面一转 来到一栋废弃大楼内 武林被推散着 显现一个亮墙 抬头看去 加上门口的一共鸣 顶巾看去 身穿红衣的像是头疼 呦 这不是老熟人云林好吗 正恶狠狠的盯视着武林 看他这样子 估计是气得一夜没睡 黑眼圈都快赶上 忍者神龟了 这是一旁小嘎嘎问的 今天要做的就是这小子吗 得到他肯定的回答 几人便撸起袖子 准备大干一场 武林卸下书包 既然早晚要来 不如今天做个了结 既然不能对普通人用劲 那么就硬拔 说着都冒难就展开了攻势 上来就是直勾勾的一技直取 武林迅速反应 一个抚顿鬼态 顺势抬起左手就是一群 重重砸在都冒难的脸上 直接给他干飞四十米远 眼看同伴不敌 一旁小嘎嘎气急败还 冲了上来 武林梁装抬水 实则一技飞膝 又是嘴脸下 又干飞四五十米远 武林觉得有些不贵 毕竟他们人再多 也不过是一群普通人而已 以他迄今为止 雕过手的魔术箱 他们简直就是一群小怪 自己一个群欧他们 都不需要太拼命 只要适当利用 复仇者的基础手机 就当是猎杀小怪 说着便又是一个非梯洗脸 你别说武林对脸 还就情有毒钟 招招打脸 就好像不允许谁比他帅 眼看情势有些不对 小嘎嘎问道 那小子怎么回事 这也太厉害 真的是你们口中的蠢货吗 眼看众人就要挡不住 余明豪都后果自己太大 没带管制刀具 这时看到大楼废弃的当务 脑子里闪过恶毒响法 另一边的战况 已经差不多结束 纯属武林的单方面弥压 就差最后一个战 看着小嘎嘎也是很拾去的送上来 武林便攥起拳头 在0.00秒内快速出拳收拳 小嘎嘎毫无痛苦的倒下 看着打手都已经不一 想着也该去教训余明豪了 此时他已经来到武林身后 跳起就是一闷棍 武林单臂挡下 靠着身体素质 硬生生将铁棍打变形 还没等余明豪缓过去 武林就是一记大把锤 直接给余明豪干扣 并让他也尝尝 被人踩在脚下的滋温 余明豪也是个硬武 即便是倒地 嘴上也是不依不饶 威胁着武林 会打有个屁用啊 出来混 靠的是实力 是背景 你混哪个道上 等我叫大哥过来 和你盘盘的 武林不屑地说 那你就让他来试试 试试有多大的本事 说完便准备 拎起书包转身离开 丝毫没注意到 没出手的老佑 举着刀就冲上来 武林大惊失色 一处公寓内 一帮青年正在 组织一场派对 此时电话响起 白银横打起电话 来到窗边 电话的另一边 正是余明豪 一边捂着下巴 一边向他叙述自己的行动 以及武林是怎么经典一打五 并且请求白银横出手 不能让武林这小子 踩在他们脸上 不然以后 不得被人笑话 白银横默默停的 毕竟他也有点觉得 武林这个虫子有些烦人了 于是便爽快地答应下 转眼之间 来到第二天下午放学 施月背起书包 当众对武林说道 今天跟我一起回家吧 一时间武林 和他的二弟都已经呆了 这时前桌女孩 不禁八卦的情况 毫不避讳地询问 施月什么情况 是要去哪里玩 并表示也想跟着一起去 施月表示不需要电灯号 况且施月正是要买 需要和武林单独谈起 看着施月一脸震惊的样子 前桌女孩只能嘟着嘴 也不敢多说什么 随即就推着武林走出了教室 留下众人自行脑补 搞得白银横都没什么存在 也是更加坚定 要整顿武林的想法 棒了 一处崩原围墙边 施月武林二远 喝着饮料聊着甜 施月喝着最爱的草莓奶昔 突然对着最爱的武林说道 要不我们就假装交往了 武林扑斥一下喷了水 说什么呢 这也太突然了吧 施月只是觉得 这样一来 即使他们在学校单独聊天 也不会被他人妨碍 随即表示 如果武林不想说谎的话 也可以真的骄傲 这就看武林的意思 武林不太给你 觉得这个事有点太突然了 需要时间考虑一下 施月气呼呼的 既然这么不愿意 那今天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了 拜托 施月都这么迷失 武林你在这纯情什么玩意 随后两人说起正事 施月收到了一个任务邀请 就在今晚十二点半 有个两人组队竞争讨伐认为 也就是说其他玩家也会参与其中 但同时他的奖励也很高 不仅奖励两千万现金 还附送十二点状态点数 是一次能够大幅升级的机会 两人分析了一波 这次难度很大 毕竟要和其他玩家竞争 而且万一批配玩家也加热 那就无法避免 要面临一场大逃杀 武林心里没什么底气 还不知道自己跟施月 配合的怎样 就这样毫无准备 肯定很危险 一旁施月也表示 如果觉得太危险 也可以不接 可以再等一个难度低的任务 武林再三思索下 还是觉得可以试试看 因为根据他对技能的研究 只要两人配合得到 就能应对任何情报 而且不用担心 匹配玩家的介绍 如果出现意外的话 武林表示自己也会 第一时间挡在前面 保护好他 看着平时唯唯诺诺诺的武林 一下子这么狠 施月第一次露出一米笑 觉得武林一定能受到做到 于是便约定晚点在任务 竞争讨伐任务即将开启 两人站在任务区内 一栋大楼上 商量着一会的作战方案 武林表示 自己对这里完全不熟悉 所以提前来到这里观察了一下 如果能找到黑色大门 就能轻松的制定路线 施月有些疑惑 武林说的黑色大门是什么 武林笔划着解释 就是这种长方形的门 所有怪物都是从那个大门出来 施月表示从来没见过 以往怪物都是凭空出现的 武林正疑惑之际 系统弹出通知 任务将在一分钟后开始 请做好战斗主 施月觉得眼下最重要的 是完全任务 黑色大门的是回头再说 说完便打开战斗主会见面 开始了女孩子最喜欢的环节购物 中途还不忘询问武林的意义 武林表示自己不太需要 如果可以的话 顺带着买些速度加成道具 话还没说完 施月就已经将道具发给武林 两瓶顶级恢复钥匙 一瓶速度钥匙 这两样东西 都可以在游戏中换买成物 而施月只要武林给自己煮 草莓牛奶和面包作为早餐 就算暴打了 果然跟着富婆走 吃喝不用愁 接着系品提示行器 任务开始 两人一下没反过来 怪物突然出现在上头 武林急速分析 以速度快而出名蛋 难道是神速狼握减 作为游戏中立生物 神速狼是极为稀有的人蛋 更是少有温顺的神族魔兽 他的主要攻击技能 旋风就此 攻击方式为 快速冲到敌人面前 进行撕咬 施月想着先发制人 说着就要追上去 武林连忙制止 分析一波局势 如果赶不上握减的速度 很有可能被他拖着走 到时候就竹篮打死了一场空 一个计划浮现在脑海中 让施月提前去死胡同 设置陷阱 他边打边把握剑引到陷阱 给他来个问洞桌边 但是这样一来 武林就变成溜了 过于危险 武林表示 只是受点伤而已 他已经做好心理准备 反正复仇者职业 是伤得越重 就会变得越强大的体力 简单交代了一下会合的 就不管不顾地跳了下去 一点也没给施月劝保的机会 这正是武林一直以来的游戏功能 危险的事情总想着自己跑 但同样正是这份保护 还会让他更加强大 边跑边分析 神速狼虽然速力 在魔兽当中称得上T1级 但整体实力并没有那么强 只要按照作战定 把他成功引入陷阱里 就能立马讨伐他 就在这时 忽然一道人迎赏 比他速度还快上两倍 能有这速度的 只有那个职业了 没错 此人名为黄瑰丽 职业风行者 此刻他也在打量着武林 这小子速度不慢了 是骑士或是剑胜了 管他是什么职业 反正跟他没关系 说罢便一个加速冲速 抄了过去 眼看到手的猎物 就要被人夺走 武林也不准备坐以待 发动技能 不愁要趁冤将活着的时候 眼看风行者几着剑步 就追上了神速狼 他好野怪位置 便召唤出装备笔手 下一秒释放直线突刺技能 专属 双风笔手 划伤神速狼脸颊的同时 成功拉到仇恨 紧接着召唤第二把笔手 释放专属技能 暴风笔手 一套技能下来 颇有同老爷双刀流的胆 给神速狼造成不小的伤 同时额外打出了基因效果 看着卧剑不能动他 连忙招呼队友接空 此人名为无论堂 职业造强者 这一职业是当之无愧第一情牌 不光控制技能众多 坦度也不用想去 听到队友的呼唤 应声释放技能 天强 下一秒手中盾牌爆发灯光 向着神速狼逃跑的方向 树立起坐高强 紧接着释放组合技能 战术成墙 这个技能可以在天强的基础上 复制多到墙面 控制一定范围内所有敌 眼看技能就是释放 忽然察觉什么意义 原来是无领追了上 正是先前对着风行者 释放的追踪技能 不愁要趁冤架活着的时候 就如自念一死 对着特定的目标释放此技能 就会有追踪效果 同时敏捷属性提升至1.5倍 技能虽强 但也有弊端 就是会不断地降低自身防御属性 直到零点 按照时间技能 无领现在剩下的防御力还是20 如果错过这次机会 就很难再次追上 无领也清楚机会只有一次 空中释放技能 复仇火箭 大幅提高暴击率 下一朵便朝着神速狼的脖子处挥向 刀身划过神速狼的身体 虽然打中了 但并没有造成致命伤 无领不禁有些怀疑 难道是因为握剑的能力气 导致了暴击率下降 就在这时 背后有人骂骂咧咧的说道 光天化日 往往乾坤 趁虚而入 公然巧怪 有没有素质啊 无领有些疑惑 这不是争夺战 我这应该不算巧怪 风行者这一下更生气了 气呼呼的说道 即便如此 你也不能这么没有风步 我刚把他打晕 你就跑过来 质问无领 是不是占了便宜很开心 无领问了一下 想了想了说的也有道 自己的做法确实很气 那么 下次在游戏里相遇的时候 我一定会保持风步 话还没说完就已经跑了 留下二人风中凌乱 皇归利器的直坐车 一旁无润成劝的 算了吧 他说的也毕竟这是争夺战 干扰对方也是游戏的一步 所以我们也不需要 讲究什么风度了 让我们好好利用游戏的规短 说完便抬起锅手 照着无领的方向释放技能 兼顾保揽 下一秒无领的角色 生死一张 将无领困在其中 好好的一个紧急避难 不顿技能 居然被用来困住别人 这也太无耻了 眼看到手的猎物就要被人抢走 现在又被关小黑屋 无领疯狂挥开着 试图破开毕 可这一切都是徒劳 就和无领预料的一样 这个技能 除了从外面破败 没有任何方式从里面强行紧开 难道只能等到 护盾自动消失吗 可要这么等下去 神速狼早就被他们攻略 眼下也管不了这么多 将手贴在墙壁上 释放技能 红色荆棘 这是复仇者职业 唯一的穿透伤害技能 可以穿透护盾 从而对被穿刺的外部造成攻击 但这个技能攻击力较弱 可能会费一点时间 不过总比等护盾自动消失 在不懈的努力下 终于是破开了护盾 冲破护盾的时间 比无领预想的要快 这样一来 还是有机会追上他们 说着便是全力冲刺 也就是足足追了三四条街 终于是赶上 但看着眼前两人一动 看起来也不像被击败的人 好奇的询问发生了什么 明显看得出无润成很是惊快 表示魔兽不是没追上 而是刚刚还在打爆 但是突然就消失不见了 忽然消失 那是什么意思 还没等无领开口询问 神速狼就已经来到众人上方 这难道是技能瞬间一步 可游戏里的握剑 明明没有这个技能 此时握剑蓄势待罚 不停发出节节节的低吼 下一秒朝着众人张口扑 伴随着冲击地面的爆裂声 几人倒飞而出 而最惨的还是无润成 一口下去嘎崩脆 险些被握剑当成脆脆杀 撕咬成两段 一旁缓过神的黄规力 眼看同伴生命垂危 被逼得不得不 释放最强技能 台风四面 攻速在十八秒内提高四倍 但施法者在之后五秒将之 接着便冲向神速狼 近乎疯狂的挥砍 一阵操作猛如 一看技能全落空 没错 神速狼又消失了 这也把黄规力气的直动 完全没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 还有瞬间移动 即使射下陷阱 他也能躲开 这样一来 失悦就会陷入危险之中 而此时的失悦已经复制好陷阱 就等着无灵以关 而无灵这边 却陷入了苦战 破剑再次出现在视线之中 出嘴里的无润成 此时已经失去了行动能力 黄规力也因为技能时间过去 导致现在无法动力 下一秒神速狼冲了上来 正是朝着无法动态的黄规力 黄规力意识到这下完蛋了 还没来得及表演才 就要离场 眼泪都挤出来了 就在这时 发动进来 复仇反屏障 无灵挡在他前面 挡下了卧剑的攻势 黄规力有些不敢置信 不明白无灵为什么要帮助 无灵表示 之前他就说过 以后在游戏里遇到他 一定保持风度 接着顺势弹开卧剑的同时 连续几道挥砍 最终结果还是让他跑了 但同样无灵也不解 既然神速狼有瞬间移动技能 那根本没必要逃跑 此时黄规力的话 倒是提醒他 要不是技能冷却 此时现在立刻马上追上去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 也就是说那家伙瞬间移动 也是有冷却时间的 这时 手机传来短信 失业表示已经设好了陷阱 剩下的就看无灵了 此时无灵心中 已经有个计划 收起手机 便与一旁黄规力对视义 无灵直言 要将手中的灵丹妙药赠他 说是赠你不如说是交易 让他们两辅助自己打怪 黄规力心想 区区一瓶灵丹妙药 就想让他们打辅助 傻子才愿意 但转头看了看倒地的无论者 此时已经坚持不住 连忙上前搀扶 无灵站在一旁解释道 正是通过先前的战斗 看出他们应该没有治疗道具 如果有的话 就不会再被握剑咬伤的时候 惊慌失措地放出台风伺涅进 与神速狼殊死一搏 看着黄规力还在犹豫 无灵表示 自己并不想拿别人的信 开玩笑 但同样自己也是赌上性命战斗 所以无法将治疗道具直接送给 更何况 自己也有想要保护的队 所以才会提出交易 黄规力显然有些动力 可这毕竟是竞争任务 自己也不敢保证无理是否可行 这时倒地的无论程艰难启示 开口说道 我们接受他的提议 毕竟是赌上了性命的游戏 竞争固然重要 但现在最重要的还是活着出去 也许合作才是眼下唯一的选择 尽管黄规力还是有些不敢 但既然同伴都这么说 他也不好再多说上 最终还是答应了合作 不过他也表示 如果中途作战计划 危及到他们的安全 他会毫不犹豫地终止合作 无灵也表示 这些他完全不用担心 因为这个作战计划 最危险的只会是他自己 说着便地上要紧 画面一转 此时黄规力站在一处房 这样就算任务完成 就在这时 沃剑已经来到身下 黄规力召唤出敌手 抓住时机 释放技能旋风敌手 下一秒 敌手旋转着在沃剑的眼睛 这一下也是成功引起他的注意 接着释放技能随风跟踪 迅速朝着计划点准 神速狼不出锁料追了上 就会无理预料的人 只有处于危险状态 沃剑才会发动瞬间移动 接下来 就是第二个作战计 围堵 此时无刃成高空落下 发动技能王国之强 阻断他的退路的同时 搭建起完美的战场 接下来就是 最后一个作战技能 趁虚而入 发动技能 怨恨之夸多重攻击技能 多到持剑虚影随之浮现 下一秒划过沃剑身体上去 无理清楚 光靠这点技能 是无法分出胜负 毕竟曾经也在游戏 也遇到过沃剑 因为他太过敏捷很难打 最后也是碎了好大的功夫功力 因此 想要有效的进攻沃剑 就一定要把他引到 十月设下的陷阱 但在这之前 要做的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要让沃剑发动 瞬间移动 让他进入技能冷却状态 从刚才的经验来看 瞬间移动技能 最多只能连续发动两次 也就是说 只要成功打住两次 沃剑的瞬间移动攻击 就可以讨伐他了 紧接着沃剑率先发起攻势 无领剑士也摆好架势 几轮战斗下 无领戒士来到空中 下一秒发动技能 栖身吞探 正当对边激战之时 战场的另一 两人正观察着 他们的一群众 穿着睡衣的男子打开 什么情况 他是打算把沃剑关起来担忒 这可真是越来越远去了 一旁同伴告诫道 不要分神 好好观察他 就像帮主说的 我们能不能给他开后门 还得看他的实力如何 就在离神速狼聚口不到0.00一米聚 无领发动技能七身吞探 没使用2.5倍攻击力进攻时 体力下降18% 紧接着便展开第一轮进攻 一刀斩下的同时 不禁让我想起了 续歌的荒谷移军宝典 以及那天搅斗场一个鬼斩 带走我的故事 而眼前的狼崽子 显然比我狂奏狂 只是鼻梁处擦破了点 伤口传来的疼痛感 转化为怒气 下一秒失去理智的 再次冲上武领 可换来的便是二段鬼斩 还是原来的配合 还是原来的未来 同样的也是砍在原来的位置 剧烈的疼痛感 再次将它拉回理智 紧接着发动 瞬间一动消失不见 计划着从看不见的地方 偷袭武领 而这也是正宗武领下来 不出所料的发动被动技能吸收伤害 不出所料大招伤害吸收完成 发动终极技能 献给王者补取 下一秒无数巨剑 朝着神速狼的位置落下 巨大爆炸的威力将武领震飞 反观狼崽子已经当场暴敌了 还怪了 难道你忘了他还有二段瞬间一动 接着就出现在众人背后 虽然没死 但也受到不小的伤害 背着两柄巨剑撒腿就跑 说什么都不愿意再和武领他们玩 眼看到手的狼崽子就要跑 地旁小嘎嘎都急了 反观武领倒是泰然自作 因为狼仔逃跑的方向 正是失约设下陷阱的地方 武领正是想好玩神速狼顺移技能后 将他逼入陷阱内然后干掉 就在此时一道人隐伤 原来是黄规力发动了技能随风跟头 消失前还不忘告诉武领 你的作战计划很好不会人头数 毕竟这是争夺战 不要太难过 看着还被蒙在鼓里 武领叹息了一声喃喃自语道 我怎么可能会难过 反正这场游戏我们一定了 接着发动技能复活 要趁冤在活着的时候 此时双重提速状态下武领 大声喊道 我是世界上最快的男人 一个蓄力猛的冲出 就这么一眨眼便赶逃了黄规力 黄规力还没反应得过来 下一秒便被强劲气流吹翻在地 坐在地上一货剑客有这么快吗 那小子必是开挂的 可武领现在哪管那么多 最快的男人此时已经是自由式方向了 在几轮消耗战的摧残下 最终将怪物引入陷阱之中 看着狼崽子痛苦咚扎着嘶吼 武领也不准备释放技能 因为在和世越亲密几日过后 两人已是心有灵犀 就和他预料的一样 世越发动战场陷阱技能的同时 也在发动辅助技能龙之力 武领轻松一刀斩下直击狼崽子的大动脉 致使他嗷嗷大脚 没一会便倒地震王 反观武领得是帅气落地 灰刀洒血之间绝不回头 正是应了那句真男人从不回头看爆炸 不禁装插说道 五虎好惊险 还好提前准备了速度到处 不然差点就被瞧了怪 这是一旁世越上前问道 你怎么知道这次任务的关键是速度 还让我给你买一速道具 这次武领终于是情商赛线一回 开口回答 我只是觉得当你陷入危险时 我能做的就是快点跑到你身边帮你 所以我才会让你帮我买速度加持道具 听着武领的回答 世越轻声笑道 你个自大的家伙可真会瞎操心 不过多亏了你瞎操心的毛病 让我们完成了讨伐任务 还是值得夸一夸 两人打情骂俏之间系统 离世响起 恭喜两位获得竞争任务第一名 额外完成隐藏任务45分钟速度 因此将分别额外获得 三个高级道具宝箱作为紧密 第一次组队下副本就收获颇后 两人不禁有些欣喜若狂 接着系统亮出评估结果以及排名情况 武林有些诧异怎么是三个队伍 除了风行者那一队以外 并没有看到其他玩家 与此同时远处的高台上 两名审查员默默注视着一切 睡衣男叼着烟瓶驾倒 嗯 不错不错 复仇者判断力 迷宫大师的基本功 扎实 一旁冷面男说道 他们不过是讨伐了一只卧剑 仅凭这些 还无法判定他们是否具备入备资物 随后睡衣男起身表示 如果是普通的卧剑确实很难判定 但刚才那只 可是拥有瞬间移动技能的便衣卧剑 工会里也曾有被便衣魔兽击败的朋友 这么一想他们俩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棒 五号他打的是什么分数 都搞不清满分是多少 满分当然是一万分了 接着也让他也打分 冷面男愣了一下表示暂时不打 因为他要看完这场战斗后再做决定 战斗 任务不是结束了吗 一旁睡衣男不紧 冷面男严肃着说道 不 还没结束 因为PK玩家正在入侵 这次不光拿下第一名的丰厚奖励 甚至还完成了额外隐藏任务 十月五里二人沉浸在选择中无法自拔 如果选择状态点数就相当于原地升十几 如果想赌拨大的也可以选择飞机宝箱 毕竟有着隐藏任务额外加强的情况下 金色传说不是梦 想想就有些小兴奋 不禁脑补出朋友用十年单身赌心借转成功的场合 五领看着十月不禁暗自嘀咕道 你该不会是想献祭我开箱吧 哦 我选择金钱 十月这一回答属是出乎五领的欲望 解释说自己要买时差生成器 五领说那玩意不是在游戏里都很难买的 据说那东西是需要高价回收的一级稀有道具 十月表示没错只要有时差生成器 就可以将某个物体的时间倒退一步 他可以再遇到难对付的敌人或者受重伤时排山路上 也就是说拥有了他就相当于拥有了两条命 五领这才恍然大悟 想想也对 毕竟他们现在身处的事只要被击败 就会功亏一篑的超困难游戏模式 如果多一条命确实就是多了一道宝炸 这时身后传来一阵鼓掌声 正是松行者那一小队恭喜他 承认自己输了 输得还很服气 本以为自己能把人头抢过来 没想到最后局势直接被五领溺住 身后失业好奇询问他们是谁 五领表示他们就是其中一对竞争对手 刚才还跟他们短暂的合作 此时黄瑰丽也注意到了五领身后的人 难道他就是你刚才口中说的那个罪友吗 不禁模仿五领当时的神情 我有一个要用生命去保护的女孩 这一波模仿的确栩栩如生 都给两人准害羞了 这时吴润成热情说道 谢谢你帮我 获你的福捡回了一条命 还拿到了第二名的奖页 随即表示如果五领愿意的话 想加五领为好友 进入好友列表后 便可互相查看职业和状态 以及当前是否在执行任务 看着吴润成态度 支持他 五领有些犹豫 这是一旁失业发话 如果只是想进入好友列表的话 倒是可 但是不要妄图跟我们成为合作关系 毕竟我们还不了解你们的委员 吴润成连忙表示不必担心 加好友并没有别的目的 他们只是把这个游戏当作极限运动一样享受过 随即解释因为他们的职业也比较重要 至今没有尝试过非常困难的任务 他们只是想找能一起玩游戏的好友 五领询问着失业的意见 表示觉得他们不像坏人 看着五领都这么说了 失业表示不会干涉他们的选择 不过自己就不加好友了 因为他有五领做够 五领心中暗喜 自己找了个善解原因的 看着时间所剩无几无润成 连忙催促五领加上好友 就在这时不出意外的出现了意外 系统弹出红色警告窗口 附近有其他玩家正在入侵 此时一名持枪男子 突然出现在众人背后 你就瞅他长得都是一副狠 张口闭口就是盒饭加鸡腿 生活有之问 吓得无凌几人连忙骂导演 加戏又来了 无润成一听盒饭里面 藏鸡腿小嘴之门 抄起盾牌发暗号 红烧狮子头晚饭我不丑 同时催促无领盒饭我不留加班的罪名 这时老六都知道 憨嫂子不能留长枪破盾 无润成下班前嘴里还念党 就问你能顾 忽然黄瑰力来到老六 背后手和双刀不上 一刀归下的同时就知道人头有目的 老六立马反应过来 释放技能长枪分身流 一番激烈的战斗下来 黄瑰力也深受被伤 不禁感叹这个枪手究竟是何方神神 速度都比自己这个纯敏捷职业还要慢 正当老六准备最后一个技能带走黄瑰力 突然就被身后多到锁链限制性 原来是一直被忽略的迷宫大势金施月 老六感慨果然战斗的时候 眼睛里透露的只有杀意 下一秒挥刀斩断了老六的跃势 剧烈的疼痛感迫使老六意识到危机 只是愣了一下便撒脚坐牢 施月大骂这个老六不讲武的教室逃义 无领看了看身后受伤的两人也不能做事不如 请求施月赶紧给他们两人治疗 施月严肃问难道你打算去追那个家伙 无领解释老六可能只是假装逃跑 有可能会伺机再次袭击 接着表示自己只是去追踪他 尽量在自动返回之前帮他们拖延治疗时间 话因为落实月训是无领不要抱着这种危险的效果 既然去追就要做好干掉老六的局务 随即伸出拳头表示等你回来给你看黑丝 无领碰拳答应说到一个心气不重了 接着便起身朝着老六的方向追去 很快穿过几栋大楼来到空旷校区 发现老六就蹲在路中间一动不动死亡吧 起身看向无领好似猜到他会追来 此刻无领没有心情听着老小子嗶嗶 上去就给他来上一道 老六吃痛应声倒地 无领这才缓缓开的 说实话 不管对手是谁 我都不想伤害到人类 但是欺负别人的垃圾 我实在无法当成人来看待 所以你来做选择吧 你是选择让我放你一马龙筋以后做个好 还是选择让我把你当成魔兽头 老六轻烈一笑说道 看你好不犹豫地斩断我的手 我还以为你有多大本事呢 果然还只是个会说大话的矛头小子 说着便掏出个大宝贝要给无领看完 不等无领反应金光已经不满周身 那个道具难倒是 没错正是你们想买买不起的时差生成器 没一会老六的身体便以恢复如出 紧接着老六发动战场技能早气交战 这个技能大概意思就是一比一针男人大战 无领不禁敢看着老六真是套路 先是打草惊蛇 然后欲擒故纵掉 一杀 现在还来个光门打狗 自己就像个袋袋的羔羊 老六掰弄着手指说 好了 接下来就让我用完好的两只胳膊 好好跟你切磋切磋 这个男人打完也怪不过瘾 现在追着PK玩家一顿乱看 眼看小嘎嘎已经失去抵抗 可没想到下一秒就掏出个大宝贝 当着无领的面直接满血腹 甚至释放结界要与他单挑 无领立刻明白这一切都是他的圈套 自己一向贯彻扮猪吃老虎的作风 可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会成为内置主 就在无领思考战局之时 长枪男已经摆好了架势 下一秒就冲了上来 无领只能被迫硬战 可就在连续几次格挡后 无领突然发觉自身的敏敌性 以及攻击力都有明显的削弱 原来是受到了短期交战技能影响 虽然早就听说长枪职业单挑无几 但没想到竟会强到如此低 眼下也只能体量拖延到技能效果 可长枪男似乎看出了他的意义 直接举起长枪切换成大 紧接着就朝着无领踢 无领借机后跳格挡伤害的同时 企图拉开距离 可没想到巨斧的威力出乎预料的猫 连续接下几段无脑挥砍 直接震得无领头皮发麻 于是果断转变策略迅速拉近距离 企图改用快攻的方式 或使他继续使用长枪 可长枪男不乐意 刺激怎么能被压着他 转瞬间将魔力注入长枪 猛的一击爆裂突刺将无领击飞数以远 无领刚要沉对烟雾的遮掩脱离战场 可没想到长枪男直接挽起了镖枪 直接预判无领的方向急速丢去 哼的一声无领所在的位置阉强刺激 长枪男深知没有人能够抗住这神秘一击 可下一秒直接压拔呆住 因为无领居然利用高身硬式揭晓 虽然这一击给他带来不小的伤害 但大部分伤害还是被技能鼓吸收 随即无领也将手中鬼电荡成标枪 释放专属复制技能以牙还牙 而此刻失去了武器的长枪男 只能站在原地大眼邓小眼 静静等待鬼剑穿透身体 可没想到长枪男居然还留有后手 释放大招 提着独绒钻就要给无领开个洞 然而无领却丝毫没有躲逼 反倒是释放技能栖身吞探欲要的 以约听到他在倒数计时 就在无领数到零时 短期交战技能随之消失 随后便是一刀将长枪男斩于马下 长枪男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要攒得住 其实是个亚服顶级玩家 此刻的他也只能怪自己挑错了猎物 就在他还想起身说些什么的时候 忽然就被一把镰刀穿透胸膛 无领看着镰刀瞬间反应过来 是那个男人来了 这个妹子打完也怪表示不过瘾 转头就主动要给男人看 可条件却是让男人去追杀PK玩家 男人果断答应 并表示自己不光要看还要妥 接着头也不回的就去找光头男 见面就是一刀999 虽然还是免不了一场大战 但光头最终还是输给了黑丝的诱惑 就在无领给他最后一滴准备回去零少时 可下一秒又被之前的镰刀男给等 镰刀男见面也不多必定 上来先抢了无领的人头不说 就连装备以及属性都不给他留 一番操作下来给无领气得牙痒的 可镰刀男哪管你什么五颜六色 举着镰刀就要削得大红大红 无领只能再次展现职业特色的味道 接着趁对方一个没力气 满手一个怒气是套 虽然这一击给镰刀男造的不伤 但同时也激怒 说着就在背后召唤出骷髅头 只见骷髅的嘴里伸出一只手 下一秒竖起中指挑衅无领 紧接着中指突然伸脏 逃着无领的位置就是一扬 无领也是被这技能搞得一头误术 见过打架爱讨好 没见过打架用中指托人 可转头才发现身侧还有一人 原来刚刚的技能 正是这个亡灵法师所示 他还为当当的失误做着解释 可下一秒就被赶来的同胆无企拆穿 看着这两人马上就要轻轻握握 镰刀男可不乐意了 举着镰刀就不吃 你们俩想吵架就到一边 也跑过来抢人头 都冒难觉得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得马上速战速决 人头什么的最后就留给他 说着镰刀男就打起头转 接着亡灵法师也凑了手 朝着无领的脚下释放 无领只能被迫开启狼颈 可此时屠夫已经来到他的另一颗 举起大板符不断释放大招 一致洛克萨斯断头台 直接将无领连带地面踢了得稀巴拉 镰刀男剑子情形 是无语 明明说好的人头还是背开 可下一秒发现不略记 烟雾中居然多了一道人影 原来是先前在台上慌慌的睡衣 看着武器以及释放的技能 难道是伯服仅有的职业 猎鲁人 睡衣男指着无领轻松说道 小伙子眼力不错 我看你平时也没少看视频吧 接着转头挥舞着巨剑说道 把你们这些看视频不平论的通通打飞 下一秒巨剑挥出打出一道光斩气浪 伴随着周遭地面炸裂声朝着几人席举 小达达们直接原地眩晕八秒 同时睡衣男也催促武领快点选择抢力退出 毕竟如果真这么缠斗下去也不一定能 可就在两人谈话之际 镰刀男在受到技能影响前 提前释放的技能悄然而至 就在屠杀小队几人合力为攻击 无理险些就要含恨而止 好在关键时刻睡衣男就差 而这睡衣男的身份可不足够 现已知整个能从网络世界 玩家可以通过转职或状态连数 以及主线任务 在11个基础职业进阶成为全新职业 目前光是已知可升级的职业就多达84种 而其中包括猎龙人在内的几个职业 转职条件和升级方法并未被公开 即使放眼全球也没几个玩家拥有 因此他们被玩家称之为稀有职业 经过睡衣男一番解释 无理这场恍然大悟 自己不知不觉中举入了两大工会战争 于是在其推速下迅速地前细节面 并选择奖励后离开 睡衣男领走前表明立场 他们立即于来昂公会 并表示无理已经通过了工会的考核 相信他们很快就会再次相见 就在第二天一大早 来昂公会会者就接到了东茂南的电话 经过他们的评估 得知失业无理两人的实力都超过预期 尤其是无理操作的复仇主 即使在危险系数极高的决斗中 也丝毫不漏钱 接着就是长达半小时的交流 会长也没想到一向冷漠的灯犯 居然对一个新人如此积极 一时没忍住放声大笑并表示 一定要想方设法让他们加入工作 可都貌难接下来的一番话 却让会长不淡定 经过确认卡奥斯的人又开始行动了 而他们的目的可能也是这次的光会战 虽然早有遇到卡奥斯公会或公主 但没想到这么快就暗闹 于是立即下达命令让他们做好准备 接着挂断电话起身就要去干大事 与此同时 施月无领二人回归校园生活 虽然昨晚一波大战未平 一波大战又起 但丝毫不影响他们的事 无领在施月的解释下 白昂公会是游戏中三大公会主 他们在游戏里也会参加一些 普通的诸习任务或公会 虽然昨天遇到的两人都还不过 但也不能保证他们每个人都是这样 所以还是先进关棋便保持距离为好 本以为无领会为公会的事情烦恼 结果现在满脑子都是施月穿飞丝的样子 可就在这时白银横及时出现 打断了无领危险的想法 并表示有事要跟无领单独聊聊 那个男人被绑在椅子上三天没有合眼 期间更是被男人打得全身冒热气 可即便如此 他也没有供出任何关于卡奥斯公会的消息 可这时会长柳城下的出现打破了将军 看着男人状态不错 于是露出一副惊讶的表情 下一秒一脚踩在他的身上 紧接着举刀架着男人的脖子 说起了游戏规则 表示等一下他会一直用剑砍他 等他快没气了再用钥匙回忆 期间他只要能做到一声不吭就可以离开 不过接着又告诉男人他现在有五瓶钥匙 表示过程中希望他能好好享受 可还没开始男人就慌了 连忙表示自己只是个大猫子 根本不知道什么卡奥斯公会的位置 更不可能认识什么会长 可柳城下不知这道 表示游戏规则面前没有领外 接着戴起皮套就要开始 只听见男人撕心裂罪的惨叫 想撤整栋大楼 与此同时另一眼 吴领跟着白银横来到岁岛 向他讲述了盛患被打进医院的事 因为不得而导致他无法当上运动员 所以他的父母打算起伏吴领 现在警方已经开始介入调查 相信吴领很快就会被退学甚至举夺 吴领一时间愣在原地 表示自己也没想到事实会这么严重 看着吴领有所动 白银横表示事情不是毫无阻击 因为盛患父母去咨询的律 正是白银横的父亲所开 而接手案子的律师自然就是他爸的手下 接着表示自己可以让律师提议思想 但这就取决于吴领的选择 吴领明白他的意义 直言需要他做 可没想到白银横一副血 绝致的眼睛 表示只要吴领立刻去给声唤下归道歉 吴领一听这话当场 并想到自己曾经被他们欺凌的话 表示自己才是一直以来的受害者 明什么给他下归道歉 而白银横却不赢 表示这是他唯一的机器 看着吴领因为在白银横入境案上的 就是这样 还是这种表情适合你 生气你挫败的武器 这才是你一直在我边前陷入的 不管你现在的国家 多会管家 也无法改变 在这个社会没有权利和金钱 就算你没犯错 最终你也只能低头道歉 因为你一直就处在最底层 可他并不知道现在的吴领早就变了 随即怒吼道